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瞧瞧没有 红色黄金梦 你现在看见的是外表 对吧 你再看里边 真金 这是真金 24K金 全变成这个真金 你再看下边 哎 你瞧瞧没有 在这个欧洲啊 对 被大家耻笑 因为没有美感是吗 我觉得没有美感 这个你觉得妹妹能喜欢吗 这蛮像我家里的费用 也是改装过 衣服不一样 但是你信不信今天会有中国富豪喜欢这个款 就把它买回去了啊 不会买回去 就在家里仿制嘛 富豪都改 仿造嘛 没错 对 像我看那种感觉就是爆发户嘛 应该是 这不然的话不用这样来第一个炫耀 第二个自我安慰 这告诉全世界我有这个能力 不过也很难讲了 比方说我认识了香港一些有钱人 很有钱的 超级有钱 他们偶尔会玩这种游戏 把一个东西非常炫耀 问题是你弄出来之后 你怎么用它 假如说爆发户的话 可能改装之后真的开 而且到处开 而且碰到人家就告诉你 哎 文桃啊 我就花了多少多少钱 可你谁讲 那些我那些很有钱的朋友 甚至是贵族啦 因为家里传统都是几代的有钱人 他就是爱玩 弄出来之后 他根本都不开 在订在家里的车库里面 所以有这个东西不表示你有一样的心态 是吗 我们以前碰过这个台湾有个赚赚选美的那个大王 他就把他们家的马桶变成24K金 是吗 这样是实用吗 就是自己每天一使用的时候觉得很满足 就是这样打造 钻石啊 黄金都在上面 要是有个男人这么样的有钱 你知道我是实际的 我是实际的金牛座 以前台湾有一个广告 就是登在那个大楼大厦上面 写说 某某某 will you marry me 就是你要不要嫁给我 就是整一版可能是这个IFC这样包下来的一个广告 大家就在想这个男生是谁 这个女生是谁 就像新闻炒了一个礼拜以后 发觉原来是彩券公司 告诉你说如果你中了一千 就是你来买彩券 中了几千万以后 你就可以做这么浪漫的事情 然后我就说 如果我男朋友中了一千万 然后去包了那个 我就不会嫁给他了 你这一千万不留着 我买一个房买一个车 去做什么浪漫的广告 这不是钻石王老五 这算是王老二 对 我不搭 我就不实用 所以说这个又婷还是比较务实的 比较务实的 比较当起玩意 而且我为什么说先看看这个车呢 因为呢 就是我又想起这个郭美美了 说郭美美前一阵又闹是什么车呀 给人撞了还是撞了人了 什么又打官司啊 而且说在网上还开店 结果这个网民们就骂他嘛 就是号召大家什么这个聚买 这倒不要紧啊 我倒是说啊 红十字会今年募集41个亿 有个新闻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这名倒挺有意思 叫赵白哥 白哥白哥透露 这个郭美美事件导致个人捐款很少 对 你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人 而且他们说以后要建立那个 新闻发言人的制度 这样以后可以公开透明 然后记者有管道 可以问到红十字会的消息 我们就说郭美美应该要去 但是你所以说我就想起啊 就说是 我又想起美国 前一阵说100个富豪 写信给奥巴马 说应该给我们富人征税 国家经济这么困难 你你又不要加这种人 前一阵我就听说啊 400个富豪又写信了 就是给奥巴马说 为什么不给富人加税 我们富人愿意加税 哎我就是不得不想起一件事啊 就是贵族加税 就是贵族加税 刚才讲这贵族这两个字 我现在啊有一个呼吁 就是说啊 贵族这个词 在中国的各种媒体 广告商业文案当中出现的贫次之多啊 可能是史上之罪 可我的呼吁就是大家都摘下来吧 对吧 谁摘下来说明谁还要脸 你又不就是 你又不要脸就是贵族是什么意思 所以呢 我想咱们从这个词译开始 是咱们这个要讲到主持啊 我们有一位前辈 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编审李一平大姐 李一平大姐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主持人 也是我近凤凰的这个引路人啊 他很支持咱们 给咱们找了一个材料 我看到这份材料之后啊 我准备谈谈这个概念 咱们先看看啊 这个这个这个一个一个词 这个在英文里边 贵族 这嘉辉可以解讲解一下啊 这个贵用普通话吗 对 讲广东话 那个贵族嘛 其实贵族啊 你一般用形容词 这很明显形容词嘛 我们看到啊 不用我练了 我练你也听不懂 出声高贵的 对 那那个高贵高尚的很辉煌的 可是我我没只是去查字典 我光是看这个 我觉得会不会还差了一个定义 应该是有传统的 对 有传统 因为假如他作为名词啊 我说真的是说 他是贵族啊 不是很贵 不仅是形容词啊 应该是有个传统的嘛 你第一代的有钱人 也很难说贵族了 大法户富豪 嗯 之后呢 你有几代下来 而且怎么样 有传统之后 你要有个外面的荣誉更肯定 是 在欧洲是王家嘛 贵族嘛 我说你加入某个会哈 非常exclusive啊 非常排外的很小数的精英的哈 几代下来 你才能连强称为贵族 所以我有一个概念 我觉得我弄清楚了 嗯 什么是贵族呢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对 我们在讲刘胡兰 刘胡兰也是一种贵族 怎么说呢 按照这个他刚才讲的这个血统论来讲 刘胡兰按照贵族血统论来讲 不能说生的伟大 但是他死的光荣 对吗 他死的光荣 那么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 按照过去这种血统理论来讲啊 就是你的生身 你就是有传统的 有传统的 一生就是名门大族 名门旺族 对吧 而且有多代的这个传承 但是呢 很多情况下你讲啊 这个这个 为什么讲死的光荣 我给你举个例子 咱们可以看一张这个照片啊 这个这个这是当年呢 这个英国很有名的 打败了拿破仑的 威灵顿公爵的蜡像 威灵顿公爵的蜡像 说威灵顿公爵 当年有个著名的事 打仗的时候啊 老爱到前线 炮火纷飞的这个第一线 让不怕死嘛 那身边的人呢都很担心说你要这样 你留下两句遗言吗 是吧 威灵顿说我有什么遗言 我的遗言就是后来的人也要站在这里 你看 可是你知道 这是不怕死啊 这是训练出来的 他是哪啊 现在中国有的父母亲呢 多少钱就要上这个贵族学校 伊顿公学 伊顿公学 那就是培养所谓贵族学校 可是呢去了之后发现呢 蛮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生活过得太差了 是吧好像一苦思甜 睡硬板床 每天就是吃不好 他会连王子就是这样了吗 对吧 他是贵族 但是他得从军 他当的兵比谁都多 他要去打仗 他得要有马术 他还要有这个举止得宜 对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 我们只看到贵族都好 所以我们在中国说 我们贵族 我们就可以有特权啊 我们可以穿金带银啊 我们可以就是 优于大家之上 但他没有想到 这个贵族也养成背后 你要付出的责任是什么 或者是你的训练是什么 所以我们只拿了好的部分 所以中国可能没有贵族啊 只有贵俗啊 很俗套的俗套 富贵嘛 那也不一定贵 只有贵俗 贵的俗 所以说我倒是听过 关于贵族的话 有一句我最喜欢的 也非常心里上网的 就说什么叫贵族呢 就说你除了吃饭 跟做爱自己做 其他都有人代劳的啊 你能做到那个境界 这是贵族了啊 那我看文涛比较接近 贵族没法接近 但是呢 我觉得咱们可以做到 有点贵族气质 是比如说呢 你看他这篇文章就讲 说这个好像张爱玲 曾经写过一个上海的这个电梯工 嗯 说这个电梯工啊 每天呢 不把这个衣服啊 穿的整整齐齐 打好领带 穿好衣服 梳好了这个头发 他是不会去开电梯的 嗯 你看这个讲究 你不能说他是贵族 但是他透露出贵族的气质 是 对对对 特别这种这种气质 因为我刚去了上海有个活动 我就是完全深有感觉 我去北京 我说中国其他城市 没有看到的 就上海街头啊 老先生老太太的中年人啊 你看他 看到他是穿的干干净净 那干净不是豪华 不是富贵 是得体 嗯 看得很干净的穿个夹克 走在路上很优雅的 我觉得上海周期有这个传统 呃有件事我就弄不明白 嗯 为什么这个就是英国的这个贵族啊 欧洲的贵族啊 他能一直好像保持着这个范儿 这个传承 但是你看中国历史上啊 中国有点什么贵族就腐烂 因为过不了俩朝代就腐烂 他这个腐烂是他的周期性的这个这个命运 你看八七子弟 满清当年 他最后就弄成提龙驾鸟 抽大烟 就变成这么一些人 但是一开头 你像这个我就说最近我都老看这个魏晋南北朝的这个东西嘛 呃 南朝有一个这个梁武帝 梁武帝到最后呢 这个这个侯景之乱的首都南京被人打进来 打进来 他这个贵族啊 最后就烂到什么一个程度 叫肤柔 骨脆 嗯 皮肤都脆了 骨头都软了 站都站不起来 所以他就往往这个这个这个死在仓促之间 就是说 咱赶快逃啊 他就一晃 死了 也不说打仗了 就完全就就他就变成这么一种平常走路 他都不资格走路啊 就这么架着走 哎 你看他说 甚至到最后一个呃 一个贵族 就是要要骑马 你说你在外面打进来了 骑马就 这还是南京的一个什么官吗 看第一次看见马 好点 马这一叫啊 吓得浑身哆嗦 说这是虎啊 这怎么是马呢 哈哈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